记者吴梦伦台北报道,26岁南海女星宣美过去为前女团Wonder Girls的成员,退团后仍致力于音乐路上,独特风格深受粉丝喜爱。 现在电视台,准备下午录制节目《音乐银行》,她进入电视台时还亲切向粉丝挥手,没想到却传出宣美在彩排时突然感觉晕眩,接住便被紧急送医,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,接下来的工作行程皆取消。 宣美的事务所表示晕眩只是暂时的情况,但医生建议要再观察,因此将缺席节目,希望粉丝们能够谅解。 消息传出后歌迷都相当担心,纷纷提醒她不要判过头,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事。 宣美 翻射自宣美IG 宣美录影时因晕眩送医 翻射自宣美IG